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芝 博马汽车Bermas Auto菲律宾市场挑战大 计划在年底前将经销商数量增加至21个来维持销量 对于即将在下个星期出炉的2020财政年第二季财务报告 可纳格投行研究估计,第二季核心税后归属股东金利将按年下挫39%至46% 这是因为根据大马车商工会数据,当季万事达的销售疲弱 再根据过去三个季度的汽车平均售价为预估 凭借着近期推出附上涡轮的CX5、CX8以及CX30新车款的支撑 行家看好本财政年下半年的前景 鉴于新车款能带动盈利复苏 赚服超出同行,行家维持超越大市的评级和RM75的目标价